字幕志愿 子宇 我知道你很努力 但你现在的表现 应该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你表姐子玲申请到 美国博客林音乐学院 这就是你未来的目标啊 你应该可以做得比它更好 不是吗?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 总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好 对不起 奇怪 我不是在家里吗? 怎么会在学校 我妈说我在平均很棒 有一家耶 真的吗? 我表现也还不错耶 哇 你好强哦 她的要力好大 真的不会让我们自己成为第一分手的 你还好吗? 是的 是的 我明白你的感受 有时候在家里 大人总感觉 给我压力很大 有时候我也很害怕 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甚至也想过放弃这一切 我从小就知道成绩不难输别人 如果现在不努力一点 以后就考不上好的学校 就找不到好的工作 你对自己要求好高 压力这么大 不觉得这样子要求完美 会让自己太累吗? 有时候也需要喘口气 对吧? 我可能还是对自己有一点 虽然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小事情来放松心情 但有时候我们找大人聊聊也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经验 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建议 我相信你身边的大人 也会很乐意帮助你的 谢谢你时日 有你在 我觉得没有那么孤单了 那真的只是一场梦吗? 但却又好真实 所有的对话 我都记得 老师 我常常觉得压力大到喘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尤其是在考试之前 我理解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 今天我们达成目标之后 这种快乐的喜悦 比如说像我之前在国中的时候 曾经有这样的经验 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 下午要讨论的那天校务会议 文件不是在哪里 校务会议 小夕等我一下 我现在有点 老师 老师 小夕要不然你之后再来找我好不好 因为 还是我找更专业的辅导师来帮助你 小夕 小夕 对 诗慧 我知道 诗语最近的表现 真的很让我担心 现在不需要的是可能或也许 我要看到的是结果 诗语必须对他自己负责的 幸福 没有成功拿着幸福啊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母亲 诗语 我觉得很难过老屋做我 我去找老师了 我努力的说出来了 可是老师他没有跟我说要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老师那时候刚好在忙呢 小夕 你要不要再找找其他你可以信任的大人 再帮帮你好吗 或许可以再给你多一点的建议 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不用为了考试去学习 可以为了学习本身而学习 那该有多好 我也是 我喜欢音乐 但当我每一次拿起小提醒时 不是在享受音乐 而是满足别人的期待 这让我很窒息 诶 小夕 我们来写交换日记试试看吧 就像小时候一样 可以把不开心的烦恼 跟最近的小秘密 写在笔记里面 嗯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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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你知道吗 你并不是一个人走在这路上 思雨 你应该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别人的 小夕 你那是 红笔画道 不小心画道的 没事了 诶 你这次考这么高分 那你下次要聘全科满分吗 嗯 我妈说分数高 成绩好 未来选择比较多 一起冲啊 还是不冲 我爸说我们现在的成绩以后 应该可以晚上第一志愿 哦对了 今天要来我家一起读书吗 那当然 妈妈好有目标 好厉害 我什么都比不过 哈哈哈 这就是你这一周练习的成果吗 妈 对不起 我已经经历了 发生什么事啊 看看你女儿的表现 这什么程度啊 我们试着 从失利的角度来看待一下这件事情 也许她有她的难处和压力呢 现在不给她一点压力 她就不会看中这件事情 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好吗 的确 学习非常竞争 可是如果过度的压力 让诗语失去对音乐的热爱 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但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降低标准啊 你知道她的同学 当然 我们都希望她成功 可是 努力这件事情 应该也能找到 彼此的人接手的方式 所以呢 你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 诗语 你喜欢小提琴吗 我 我很喜欢小提琴 可是 我每一次都很害怕 很害怕 达不到妈妈的希望 那我们 应该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果让诗语 在不失去兴趣的情况之下 又能继续她的音乐之路 我希望 可以自己规划时间 和进度 最重要的 支持诗语 让她知道我们都在她的背后 无论达到什么程度 诗语 妈不晓得 五行之间 跟你过多的情绪勒索 妈会试着调试自己 用正确的心态去支持你 我 我很爱你 我很爱你 这里是 顶楼吗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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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看你 你 吗 小心 你 什么 小心 小心 不要 小心 不要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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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年后 什么 小夕不是跟我说她每天都在这栋楼上课吗 难道我们不是同一个时间上的人 那小夕的时间又是 小夕 你到底去哪了 为什么我再也找不到你了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也许小夕真的存在于三年后的时间线 但我们的友谊绝对穿越了时间和空间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们一起聊天的花圃 走廊 教室 也许你现在还不认识我 但我希望这些记号能够给你力量 就像你在梦中帮我一样 是 是 你们要记住 分数的高低 不是平段一个人好坏的唯一标准 不要过于患得患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来聊天的计划 哈哈哈哈 全看它的表现 不好看 不好看 好喜欢 好酷喔 好酷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